花东原创生活节已经迈入第三年了 累积了上百位花东原创艺术家的创作及参与 今年是串联了艺术家、表演工作者、工艺师 还有文创园区内的店家一起参与 并且以看不见的时间为策展主题 呈现了花东的实用美学还有生活风格 2017花东原创生活节迈入第三年 累积了上百位花东原创艺术家的参与及创作 今年特别串联了艺术家、表演工作者、工艺师 还有花莲文创园区店家等一起来参与 并且以看不见的时间为策展主题 编织及酿造为子题 呈现了花东的实用美学及生活风格 其实最重要就是希望说 我们在这边创作很多艺术家 他有很棒的想法 他跟这个自然互动之后 呈现出来一些很珍贵的东西 不只我们自己享受 我们也觉得说这个有普世的价值 是值得大家去做分享 那所谓这个没有原创那文创 如果说我们要跟世界上去做发声 我觉得我们就是从在地出发 那在地出发需要生耕 那我们所邀请的这些艺术家 其实都是生耕在地的 呃可能是这个祖先流的东西 可能是他的感想 他用艺术把它表现出来 今年还邀请到多位花东地区的歌手来参与 让活动增添了音乐的魅力及活力 而在展场设置了原创生活市集 还有原创手作坊 邀请民众一起来体验 花东工艺的多样面貌 并且精心设计了原创生活讲堂 邀请到民师一起探讨 花东节庆 生活 观光 艺术 工艺 还有音乐 透过更多的互动与参与 创造一个地方文化复兴的契机 直至起到11月12号 花东原创生活节就在花莲文创园区展开 欢迎民众一起来体验 花东最引以为傲的原创实力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